環島真的不能穿短褲 你看我的腳 欸 阿伯 單哥不飛 今天要騎著我的全新電動機車 AI-1 去環島 記得剛開始提這個想法時 大家都覺得我瘋了 這不是大學生還是年輕人在做的事嗎 就當是圓一個大學時期 沒有騎機車環島的夢吧 而且難得因為一起的關係 無法工作 在家又閒到發慌 不如就趁這個機會 沒上背包 來一個悠哉的環島之旅 累了就休息 休息夠了就出發 我的第一站是新竹的新豐車站 星巴克 坐在老車站裡 享受著早餐 順便看著火車經過 我現在第一站休息的地方 就是新竹的新豐舊站 那這個新豐舊站 它成立於1893年 非常歷史悠久的一個建築物 那在新站設立之後 這邊就被星巴克給存除下來 然後開了一間很厲害的星巴克 那它這邊還做一個非常可愛的車票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 星巴克到新豐的票 如果大家來這邊可以跟它拍照 然後順便 你可以選一個戶外的位置 那戶外這邊敬眼 你可以選一個戶外的位置 然後坐在這邊喝著飲料 喝著咖啡 在規劃路程的時候 發現苗栗同宵 竟然會有日治稀奇的神社 就列入了壁區經典 雖然路途不是很順 但這趟旅行就是要chill 那就要chill到底 大家好 我現在在的地方就是通宵神社 在苗栗這邊有一個地方 這麼像在日本 這邊真的很悠閒 而且我今天來真的沒什麼人 那這邊好像就跟日本一樣 它的神社通常都是在城鎮最高的地方 所以算是一個制高點 看下去可以看到超美超美的風景 還有整個城市的風光 台灣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各種夕陽或是文化彼此尊重 離開了神社之後 繼續往今天的住宿地 台中前進 沿途參觀了大甲正南宮 拜訪了宏家騰沙鹿店 也在這裡認識了新朋友 我在沙鹿的宏家騰的換店站 沙鹿總店 沙鹿總店 然後我遇到了 James跟Kevin 然後我在環島 然後來這邊換店 然後遇到他們 然後他們送我這個貼紙 然後還有這個掛的項鍊 這個是我們店自己做的掛的 這個就可以把那個Gogoro的鑰匙 全國外上面 然後就比較不怕被丟 不然它小小的很容易丟 然後說到台中 草鴉道的巨匙Gogoro 怎麼能錯過呢 這次我環島第一天的最後一站 台中草霧道的超巨匙Gogoro 來這裡跟他致敬一下 畢竟Gogoro它是第一個創始 所以一定要來這個地方朝聖一下 第二天一早 從台中出發 首先先去吃彰化空姐 推薦必吃的控罵奔 然後再去看八怪山上的大佛 可惜的是 三行車站早上竟然沒有開門 往雲林的路上 千萬不要錯過西羅大橋 法拉利宏的鋼鐵橋 全長約兩公里 跨越了佐水溪 昔日是台灣西部縱貫公路的交通樞紐 也是西羅最重要的標誌 在我身後就是我要帶大家來的湖偉很有名的星巴克 也是湖偉第一間 以前的湖偉合同廳社 然後是1939年日治時期在這邊所建立的一個廳社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是一個蠻傳統日治時期的建築 那其實以前前身就是消防隊還有警察辦公的地方 那個高塔就是當時最高的建築大概有四層樓 那從頂端可以看下去就可以看整個湖偉市 然後比如說如果有柏警啊 或者是有什麼事情發生 它等於說是一個瞭望台的功能 湖偉合同廳社的星巴克 可以看到日治時期 留下來的消防鋼管 也可以看到許多珍貴的古文物 在這裡 除了能享受咖啡廂之外 也可以感受到文化的犀利 在環島之前你絕對不會想到台灣原來這麼的美 但炙熱的太陽燒著我的雙腿實在無法附和 於是決定在UNIQLO買一件長褲來面對接下來的旅程 我發現環島真的不能穿短褲 你看我的腳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路往南前進 隨心地拉到了台南家裡躺廠吃冰 再沿著台17線往井海岸回到高雄的家 果然 飛行過了許多國家 還是自己家的床最舒服 回家囉 早安 今天是環島之行第三天 今天從我家出發 我家是高雄 我今天很推薦我們高雄必吃的早餐 昨天吃的是彰化滷肉飯 今天在高雄要吃高雄的幾乎都會吃的 那我今天推薦的叫做 新龍居 新龍居它的湯包很有名 它是高麗菜跟豬肉的內餡 然後咬開會有湯汁 所以要小心不要被燙到 在高雄的家補充了滿滿的元氣 絲蓋繼續我的環島形成了 黃墾丁的路上依舊艷陽高照 消暑的車程綠豆蒜 必須吃上一碗 墾丁的人潮也逐漸開始回溫 南灣的步調依舊優先享受 在這裡我遇到了浪人Ricky 我們去玩了水上設施 還有看了小朋友最愛的NEMO 第四天一早 由於前一天氣象報導著 山居會有雷震雨 因此在出發時 心情有點忐忑不安 但是我卻遇到了更大的危機 現在時速剩下23 它剛剛估計明明還可以跑兩公里了 然後等一個紅燈就沒電了 哇 它一直在叫好緊張喔 我不要要推車 Nope Oh my God by是歡迎 記得想か 如果你看 不會 in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